轻轻松松的台北半日游 在台湾生活就是这样啊 到处都有古迹 感觉走去哪都像是在小旅行 本来是要打算回去了 突然间看到一个帅哥 再多留一会吧 卧房啊厨房啊 哎呦 他可能在往这看我 在古亭站号出口的后方 左转进入同安街 顺着墙壁上的记忆碎片 开始台北的文史探勘之旅 缓缓地往前直走 大约三到五分钟就能抵达 看到建筑上面的这个了吗 上一次去淡水 看日式古建筑的时候好像有介绍 这个好像是日本的一个叫什么 维瓦好像是吧 维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边坐着看一看景 还有吹吹风 现在进去逛哦 这里面好安静 进去要穿袜 路口处有放鞋子的地方 大一片榻榻米 很通风耶 很爽 这片榻榻米比北头那边的还要大 走廊的尽头 哇这边走起来 他还会驾驾驾就行 先绕一圈吧 这边有介绍战后到现代 这边有介绍这栋建筑的一个历史过程 很厉害 很厉害 这样子就绕好一圈了 走起路来驾驾驾 这边还有樱花耶 可惜已经凋谢了 来去看一下我刚刚有没有记错 因为他这边也有放这个瓦片的介绍 看一下 啊 没错 对吧 鬼瓦 我上一次去那个大学那一家 然后就介绍说这是鬼瓦 现在又记住了 冀州安 是日本和戈山县平松家族 来台所开的日式高级水畔料理厅 当时的冀州安硕果累累 由本馆别馆梨屋组成 本馆在1996年被大火烧毁 别馆也在1998年惨遭注容 主要的三栋建筑也只剩下 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部分梨屋 这边风景还不错耶 外面还开了很漂亮的杜鹃花 诶 杜鹃花好像是台北的四花 是吧 好像杜鹃的季节也快到了 我一开始还以为这边蛮大的 来了之后它这一栋房子的话 就是一个长形的结构 然后两边的话都有走廊 这里面的话主要也会挂一些 这栋房子当时的一个历史过程 所经历过的各种时代 初期的时候一个日本人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 然后开了这一家日亭料理店 生意就越来越好 好像他们一家人在这边过了四代左右 了解的没有很清楚 大致上是这样是吧 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 然后他们就收店了 不做 这到后来好像变成各个官员的一个光色吧 然后旁边的话有一些什么冀州安文学森林 主要就是新盖的建筑 等一下也去那边逛逛看 好漂亮啊在这边拍拍照 穿台这边有摆着平凶家庭的合照 非常多的人哦 能盯兴旺 这边还有介绍每个人的一个备份 有点模糊了 看得清楚吗 这些都是满满的记忆 大家如果要来这边逛的话 要记得穿袜子 还有就是他们这边的话 蚊虫蛮多的 像那种小小的小黑蚊 这边呢 还有一个投影仪 不晓得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这边呢还有冷气机 夏天来逛就会不会觉得热啦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结构 然后两边都有回廊 我看到了这个锁 这个设计 蛮好看的哦 所以这个是隔间的拉门 刚才自国说 这两边的门拉起来就变成隔间了 这个回廊比较宽 主要是可以用来运输一些食物 哦 然后里面的榻榻米呢 用客人的数量来摆饭的 还有一些隔间 比如说这两扇门拉开 就不光是宽敞 可以做比较多的 南凯 然后如果客人比较少的话 就会把这两扇门关起来 就可以变成小隔间哦 前面的两个椅子后面 可以放当时象征他们身份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五四刀之类的啊 这个也是樱花树 后面枯萎的树枝 都七八棵 九棵十棵 这园子里面种了好多好多的樱花树 今天的行程就是这样子啦 来看一看 试定古迹历史建筑 然后稍微的了解一下下 这边的一个历史故事 这就是一个日本那个时代的餐厅的一个建筑吧 长长的回廊 像上一次去台北车站 像在那个应仙公园里面 叫什么敷屋好像 梅敷屋 它的格局也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就是长长的一排榻榻米 像里面讲就是长长的一排榻榻米 然后两边也都是这个回廊 梅敷屋的话比这边小 然后在淡水参观的日式建筑的话 它就是一个家庭的格局 不是这种料理店的格局 然后它那边的话会有一个什么 招待厅啊 卧房啊厨房啊 还有 他可能在玩的看 还有什么 淡水那边的话还蛮好看的 可以了解日式的建筑风格 这个建筑的话很快就参观完了 现在去找一点吃的东西 然后就回家咯 本来是要打算回去了 突然间看到一个帅哥 再多留一会吧 没有啦开玩笑了 就是这边时不时的 会有一些外国人来这边参观 还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 比较会来这边参观 我看到一个阿兜啊 在很认真的做着笔记 他正在那边咬着手指头 看到了吗 这个角落好像长得还蛮帅的 看 尝了尝了 我现在也变成话吃了 有我在 啥也别想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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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圈回去了 从这个角度偷拍一下 应该怎么拍不到 拍到了 好搞笑 在古迹的旁边 在古迹的旁边 就有一栋 文学森林馆 这里面的话有饮食 有一些跟文学有关的 有一些跟文学有关的 哇 我拿好多好多的书 这边都是作家的菜 这边都是作家的菜 嗯 连菜都可以这么的有温血 哇 胡椒粗度 煲汤 没有鸡 嗯 这边菜色还蛮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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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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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作家私房菜餐廳 現在灌好了 要回去了 現在是1點20分左右 然後從安街這一路走下來 我發現好熱鬧 有好多好多好吃的東西感覺 輕輕鬆鬆的台北伴日遊 在台灣生活就是這樣 到處都有古蹟 感覺走去哪都像是在小旅行 這邊還有一些巷子 好像叫什麼廈門街 光是這三個字就讓我想起 以前跟我老公談戀愛的時候 都是約在廈門見面 那個時候啊 我老公到廈門那邊會比較方便 然後廈門遊玩的地方也比較多一點 異地面就是這樣 常常要等待一兩個月 甚至有時候兩三個月才能見一次面 我後面這家臭豆腐好多人哦 我剛本來也想來後面這一家臭豆腐吃了 但是現在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可惡 是